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进步 把机遇和潜力转化为发展新优势 在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上 走得更快 更稳 更有滞销 工艺玩具产业是我是传统支柱产业 经过多年发展 以形成完善的原材料供应 产品设计 模具加工 零部件制造 产品销售 物流仓储运输等专业分工协作的生产及服务体系 调研中 温战兵前往新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深入企业生产车间 查看玩具产品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在城海科创中心 温战兵听取科创中心整体情况介绍 实地查看电商孵化 玩具设计 玩具检测企业入驻和运营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公益玩具企业座谈会上 与会企业家畅所预言 围绕IP授权 贸易展销 人才引进等方面提意见诉求 谈思路举措 温战兵认真倾听企业家的意见建议 分析产业短板和优势 鼓励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 厚持产业优势 持续发展壮大 并要求有关部门 行业协会 深入研究企业诉求 采取有力措施 尽快回应企业关切 推动公益玩具产业高质量发展 温战兵指出 我是玩具产业有规模成体系 发展态势良好 前景广阔 要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 谋定发展方向和路径 紧贴汕头产业实际 推动产业布局优化调整 进一步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要推动产业急剧发展 使产业链条更完备 集群更壮大 谋划建设电商产业园 玩具产业展馆 积极引进培育头部企业 打造国际知名品牌 扩大行业影响力 推动产业做大做强 要提升资源利用和原创培育开发能力 争取更多高端IP授权 主动引进IP服务公司落地 要扩大国际视野 用好展销平台 直播平台 跨境电商平台等资源 持续推动产业电商化发展 真正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加强市场分析研判 解决信息不对称 资源不对称等问题 提高企业洞察力和敏锐度 增强遵循商业规律 适应市场要求的能力 要加强效企合作培育行业技术人才 大力引进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专业人才 提高人才薪酬待遇 切实解决其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 真正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 要加强诚信建设 倡导行业自律 建立健全行业信用体系 保障行业规范发展 加大财政支持 金融扶持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强化用地 用工 环保等要素保障 让工艺玩具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春天 市领导赖小魏 赵志涛参加调研 第四届城海玩具机械展 10月29号至11月1号 在城海执教中心举行 本次展会通过打造制造行业创新成果展示平台 直观立体呈现城海玩具产业链 促进城海玩具产业链上下游互联互通 助力汕头推进工业力士 产业强势 城海玩具机械展自2018年以来 已连续举办三届 本届展会规模进一步扩大 总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 现场设置大型精密设备 自动化设备 玩具配套服务 智能化住宿系统等展区 有来自珠三角 宁波等地 及城海本地 共近百家智能制造企业参展 针对玩具生产企业对精密自动化设备的采购需求 不少企业带来最新的智能化生产设备和全链条系统方案 帮助企业降低加工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带来了精工速控机床和昌飞亚电动机 解决了行业如何提质 降本 针锈等囊点 痛点问题 也为玩具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适备保障 城海区从事玩具礼品生产军营单位有3万多家 从业人员13万人 玩具礼品行业产值达到580亿元 是国内玩具产业配套最完善 规模最大 创新能力最强 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生产和贸易基地 9月29号和30号 著名文化学者 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中国民协名誉主席冯继才先生 到汕头调研古村落保护活化 桥乡文化 民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工作 冯继才被潮汕文化浓郁气息深深吸引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 他表示 汕头作为拥有浓厚文化底蕴的特区城市 桥乡城市 在保护古村落和文化遗产工作中 要政府主导全民行动 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冯继才在文学 绘画 教育 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皆有建树 2000年 他倡导并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发起并推动了传统村落保护等工作 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被称为中国非遗保护第一人 我们要保护的目的 一个是文化 我们要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首位原汁原味 就是说它的一种独特的审美 独特的一种语言和表达的方式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对生活的感情 还有中华民族里边非常重要的 对于大地的爱 对于生我 养我这个土地的这种情感 二十多年来 冯继才遍访中国大地 为保护文化遗产和古村落而奔波 此次来到汕头 无论是小公园骑楼建筑 用心理潮汕古建筑 陈词红故居 还是见证历史的乔坯文物馆 海关关史陈列馆 或是原汁原味的麒麟舞 简纸 潮汕童谣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 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直言对潮汕相见恨晚 很重视自己 很热爱自己的律师文化 人们很自觉 很自发的 我们家乡的感情 一种文化情感 有文化情感就爱土地的人们 一定在文化上是让我敬佩的 乔坯档案是世界记忆遗产 一封封乔坯正是映称了潮汕人的 对故乡争执感情 反映乔包 热爱祖国 情绪顾理 吃苦耐劳 勇于开拓 堵成守信的精神 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拓展 冯基才希望我市传承发展好乔文化 以乔坯为媒介 加强与海外乔包的联系 潮汕文化历史悠久 丰富多元 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冯基才希望有关部门加强规范和引导 同时增强群众文化主人公益事 形成全民文化自觉 形成保护传统文化和古村落的合力 所以保护就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标准 规则 那么还得有 还要给遗产确立清单 还得有监督保护的制度 最重要是我们的文化主人热爱我们的文化 我们不能只靠政府下行的命令 我们也不能只靠专家呼吁 所以我们需要的文化自觉是个全民的文化自觉 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粤采师傅技能大赛 继粤采产业文化交流活动将于11月2号在我市举行 潮菜将在活动中大展风采 而潮菜世代流传 离不开一代代宗师的言传身教 随着粤菜师傅工程的实施 我是用好粤东技师学院这一平台 成立多个大师工作室 通过师徒传承 培育能人巧匠 让潮菜文化新火相传 在粤东技师学院的潮菜教学课堂上 国家级烹调粤菜师傅技能大师工作室 首席大师陈少骏 正给潮菜烹饪专专业的青年教师和学生指导 嚎唠的烹饪技巧 成造进科长啊 他作为科室的带头人 那么他也是对我们这个年轻的教师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比如说这个制定这个教学大纲啊 教学计划啊 教学进入啊 等等 年轻老师遇到一些问题的话 也会及时的向他这个请教 粤菜师傅工程实施以来 粤东技师学院成立了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一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五个校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通过师带图培养一支创新能力强 综合素质高的潮菜专业技能人才队伍 带动学校潮菜专业发展 利用周五下午的劳动课 在这个实行课里面进行这个时代图的这个教研 研究这个菜肴 制作 还有这个提高这个菜的一个量化 除了校园里的系统培训 学校还在多地设立多个粤菜师傅乡村技师工作站 将教学工作潜移立足当地特色产业 培育专业烹饪人才 这个工作室成员主要是由这个手机大师 还有这个企业导师 还有这个教学导师 还有科研导师 这样来组成这样的一个团队 比如说我们是在南澳的这个全省首个叶菜师傅 乡村技师工作站 那这里边我们这个技师工作站 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来引导 还有一个就是指导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 这个乡村这个大排档 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食材 来开发一些这个菜品 来进行这个经营 除了培育专业人才 粤东技师学院还承接了 粤菜师傅教材的编写工作 参与助推潮菜标准化发展 和潮菜文化传承 在粤菜师傅工程的推动下 目前学校粤菜师傅专业在校生 约1800人 潮菜烹饪专专业创办至今 培养全日制粤菜师傅5000多名 近5年 旧培养学生超过2300名 季工院校 这个前日制的这个 粤菜师傅的造成方面 它的这个规模呢 是越来越大 另一个呢 从私会的这个培训 也是通过这个多种平台 比如说这个粤菜师傅工作室的培训 为我们汕头市还有这个餐饮企业 也就是说提供了很多一些 这个粤菜师傅的这个烹饪人才 也为我们这个餐饮企业 这个用功 这方面呢 也就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近日 由省科技厅指导 市科技局联合汕头高新区管委会主办的 2021年人才入企服务 继广东省企业科技特派员活动 在我市举行 这是科技三走进三服务活动的 一项重要内容 助力工业力士产业强势 活动中 华南技术转移中心相关负责人 解读今年企业科技特派员政策的新变化 及激励政策 汕头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 介绍各自研究领域及产学研合作案例 涉及精细化工生物医药 新能源 新材料 智能制造等前沿科技 2020年 我市有12家企业通过科技特派员政策 成功与技术专家对接 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并获得财政资助 一是可以获得企业科技特派员政策财政资金的支持 第二是科技特派员来解决企业的实际难题 这样的对接方式其实为我们企业是省心省力吧 这么说 也为我们企业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为贯成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粤菜师傅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弘扬广东美食文化 省商务厅开展粤菜名品评选工作 共评选出首批粤菜名品199个 我市共有9个名菜入选 包括虾酱谷 铁板橘海参 香菱黄花椒 阿蓉鲍鱼 卤鹅肝 卤老狮头鹅头 全牛燕火锅 白切伯克鸡 海鲜三宝汤 又到一年丰收季节 卤港骑程又熟了 近日 记者在朝南去卤港镇看到 各家果园硕果累累 果农们再次尝到 封产又丰收的喜悦 在卤港镇老葱骑程基地 重阳大户吴振民 正带领村民采摘骑程 今年 他们推出了省内免费班车运送 及快递投送等服务 吸引不少客户下单 还有不少市民选择现场采摘 体验农家乐 目前 卤港镇有骑程供干等种植面积 约1370亩 其中 骑程种植面积近800亩 去年 全镇骑程亩产达到3500多斤 每斤售价15到20元 骑程种植让果农们尝到致富的甜头 地下排水管网是城市毛吸血管 按照我市近日公布的中心城区67个积水点 一点一测整治方案 是排水公司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加强清淤管养 畅通排水管网 并布设应急排涝设备 多错并举 缓解道路积水问题 在公布的中心城区北岸积水点整治措施 及责任人一览表中 是排水公司管养范围的共46处积水点 连日来 公司专业技术队应用管道气囊封毒等检测技术 重点加强积水点周边片区排水管网摸查和清书 为下一步积水点改造提供技术依据 在寒江恒山路口附近一处 道路雨水井旁边 工作人员和清淤车正加紧作业 会发现说里面的话 存在一些堵塞严重的一些广道 我是会通过那个封堵气囊 同时的话利用冲醒车 把广道里面的一些淤积物带出来 是排水公司中心城区负责维护管养的 泵站有12座 寒闸有84处100座 公司除了做好24小时泵站运行管养 污水提升 勾体控水 设备管养 巡检维护 近期还重点落实抓紧完成设备维修 当这个墙降雨或者说这个根据气象局预报 我们会及时开启这个沿城的这个节流杂 节物杂 包括这个末端墙牌膨胀的一个墙牌功能 对这个各沟体的水位进行一个控制 保障这个排绕通道的一个顺畅 市排水公司还加紧布设应急排绕设备 由于善章北路与松山路交界处东北侧污水管塌陷 降低了善章北路污水管道的过流能力 工作人员加快污水管塌陷点抢修 现已完成了260米 工作量达到了80% 争取在11月底完成污水管和雨水管的通水 元旦前恢复所有的工作 放路通车 市排水公司着手实施片区排绕能力的提升改造 进行片区内的管道缺陷修复和凑混节整治 打通排水通道 目前正抓紧实施 恢复龙江路排入龟桥北排渠雨水通道 打通善章路雨水通道堵点两个应急改造项目 我们的这个改造主要有三个方面吧 一个是增加一些水闸 增加这个排水管道 加大这个排水管道 下水道管道加大了 那到时候排水也就很轻松了嘛 10月28号至29号 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带队对部分重点交通路口晚高峰的交通秩序情况 进行暗访督查 发现不文明现象仍存在 在城海区三二四国道成江路口 有交警载港劝导不文明交通行为 部分电动车自行车驾驶员过马路时 自觉下车推行 有后三轮车载务闯红灯 多名摩托车驾驶员违法行驶 有行人横穿马路 一大货车随意在路口倒车掉头 三二四国道文贯路口 共享单车载人现象较为突出 一辆违规改造的电动三轮车 不按车道行驶 有摩托车电动车驾驶员未戴头盔 龙湖区三二四国道迎宾路口 有电动车摩托车驾驶员闯红灯 有多名学生骑共享单车载人闯红灯 车牌越低WL907的汽车 停在步道斜坡上 正值下班高峰期 寒江黄山路口 有摩托车驾乘人员未戴头盔超载等 车辆未离让斑马线 有不少市民使用共享电动车超载 行经人行横道时未下车推行 有车辆压站忙到停放 长平黄山路口 有车辆压斑马线掉头 有摩托车驾乘人员未戴头盔 不少摩托车共享电动车超载 人行步道有车辆乱停放 金沙黄山路口 有摩托车驾乘人员未戴头盔 摩托车电动车超载现象较为普遍 龙湖区金沙华山路口 家长骑着共享单车 载小孩载马路穿行 摩托车驾驶员未戴头盔 闯红灯 有摩托车车尾箱绑有气球 存在安全隐患 金沙天山路口 有部分电动车自行车驾驶员 自觉下车推行通过斑马线 有不少摩托车超载 不按车道行驶 行人闯红灯 金沙松山路口一处步道上 堆放建筑废料 且无设建筑围等 有车辆未自觉礼让行人 豪江区雷广大道与达南路交界处 交通秩序总体良好 在交警的指挥下 没有出现闯红灯和逆行等现象 在金平区潮汕信花路口 部分摩托车和电动车驾驶员 未戴头盔抄载 部分飞机动车闯红灯 中山龙眼路口交通秩序较为混乱 不少电动车和摩托车驾驶人员 未戴头盔 飞机动车闯红灯 有行人闯红灯 中山东下路口 尽管路口有交警在执行 但同样存在电动车和摩托车驾驶人员 未戴头盔闯红灯现象 部分飞机动车未走斑马线 长平东下路口 路口执勤的志愿者主动劝导过往行人 和飞机动车遵守交规 但部分摩托车和电动车依旧我行我素 未戴头盔和闯红灯 在潮南区324国道与金光路交界路口 有交警载港 多名摩托车电动车驾乘人员违法行驶 多辆汽车摩托车停在斑马线上等红灯 324国道与拉方路交界路口 有摩托车电动车驾乘人员未戴头盔 行人未走斑马线 在119消防宣传月来临之际 昨天汕托华侨试验区管委会联合龙湖区消防大队 在华侨试验区人才大厦举办消防应急救援演练 活动还为新组织的汕托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志愿消防队授旗 为汕托华侨试验区人才大厦微型消防站 今日汕托市工商联总商会和深圳市潮汕文化研究会等 联合在我市举办深善企业家交流座谈会 活动以推进深善协作共促协同发展为主题 组织深善两地企业家开展深入交流 携手共会合作发展蓝图 在善期间深圳企业家走访了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等处和部分企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